轿车塞出门,路边一台路途机 没人在那机会交通,它乡乡就这样装出来 塞车的一个欢迎卫乎就这样去弄到 造成蚌蚤落去,蚌金也猫落去 泰亚也破去,送去修理就要滚下蚌 保险公司说对方这台是没车牌 没法到立背,车子感觉不慢 请大家来主持公道 一般轿车的大家都买,再补一个第三人 车子认为他投保的是车弄车的边设限 依照条款来看,应该随于成本的范围来 应该可以用保险来修理他的车 所以这来说这个问题 但是保险公司认为他照保险 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对着保险的改正 任何路途机不算是车 车子任何三条的选重力车量 依照公罗法第五条的规定 应该是选有重力机械的车量 警方标示说这种的重机械 不是选择车的范围 没经过的申请 不得塞出来大路 另一交通部就是韩式规定 对高机、推土机、挖土机 等重机械、背属汽车范围 未经许可行驶于公路 预予处、新台币三千元 以上九千元以下八百 车车和三条相容 保险公司到底是不是应该背上呢 相当的人贴不一样 可能还要交给司法改转到来认定 明镜新闻 中华报道